我是救赎纹理的女配 得知自己未来会赔上所有财产 为男主挡刀而死后 我觉醒了 眼下 18岁的男主正耿着脖子 语气嫌悟道 我不会接受你的任何施舍 好的 我马不停蹄地抢过钥匙和银行卡 对上他震惊的目光 会一挥手 拜拜的你嘞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证文现在开始 课间操结束后 许文青气冲冲地拦住我 将一串车钥匙和银行卡 甩在了我的面前 我说过 我不会接受你的任何施舍 说着顿了顿 冷漠地补充了句 还有 不要在我身上白费时间 我不会喜欢你的 我站在台阶下 抬头疑惑地看着他 我不明白 许文青穷的饭都吃不起了 每天还要跑20多公里 去照顾他生病的老妈 为什么不肯接受我送他的车盒卡 就像我不明白 我接触过的比他好看又优秀的男生 比比结实 为什么我偏偏对他死心塌地 变成了三中人人敌一的许文青的舔狗 这些奇怪的想法刚冒出头 便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压了下去 紧接着 我像是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般 微微又讨好地咬着唇 捡起钥匙盒卡 小心翼翼地递到他面前 阿清 我没有施舍你 我只是心疼你 许文青眼中流露出浓浓的厌恶 你的心疼令我作呕 他猛地抬手推了我一把 我没有站稳 从楼梯上咕噜噜地滚了下去 一阵猛烈的晕眩赶袭来 我的大脑里突然多了一段记忆 准确来说 不是记忆 是剧情 原来我只是一本校园 救赎文理的女配 她真正喜欢的 是她亲为竹马的白月光沈慕婷 然而半年后 许文青母亲去世 她高考失利 在多重压力下 她跟我在一起了 接受我家里的赞助 出国留学 我以为是新生 她却觉得是耻辱 跟我在一起的五年里 她几乎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 后来她回国 和在国外结交的朋友 设计搞垮我家公司 侵占我家财产 在仇家找上门时 定格在我捂着胸腔 绝望的倒下 而许文青 抱着只是受到惊吓的沈慕婷 头也不会得离开 她25岁冷漠的神色 和眼下18岁 满目嫌弃的眼神重合 我正正地看了有半分钟 许文青只是慌了一瞬 但当上课铃响起时 她欲往前走的脚步微顿 接着毫不留情地转头道 如果不想迟到 就继续躺在那里装死吧 你别以为这样 我就会心疼你 我混沌的大脑瞬间清醒 沙哑着嗓音喊的剧 等等 许文青站住了 却没有回头 不耐烦地说 怎么 我不过是推了你一下 你又没死 难道还想要我背你 她说话间 我已经扶着墙 挪到了她的面前 然后 在她错愕的目光中 从那校服口袋里 抢过车钥匙和银行卡 头也不回地回首道 拜拜的你嘞 傻逼凤凰男 没想到吧 老娘觉醒了 这瓶 谁爱扶谁扶去吧 下午放学 我坐上家里来接我的车 司机大叔却没有立马开车 我正疑惑她在等什么 这时 一道轻瘦的身影路过 司机大叔立马摇下车窗招手 许少爷 您不上车吗 许文青鼻的目光 隔着厚重的玻璃窗 摇摇地落在我身上 仿佛我上午的话 在她看来 就是小女生在闹脾气 周叔 我烦躁地开口 你是我家的司机 还是许文青的 周叔笑容一宁 小姐说了什么话 当然是您的 我家可没有姓许的少爷 你下次再喊错 我就换得寄信好的司机 是 是 周叔启动车子 不舍得看了眼许文青 原著中 除了我爸妈 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许文青好 哪怕她软饭硬吃 他们仍觉得许文青有骨气 是我蛮横不讲理 强迫了她 我透过车窗 看了眼正在解自行车所的许文青 原剧情中 我上午赛里她的车要是和卡 她虽然屈辱地叫嚣着 不需要 但内心各种独白 天人交战后 仍是开着我送的车 在医院和学校来回跑 她什么都没有 这二十多公里的路 和高昂的医药费 她要怎么办 临近高考 日头越发毒辣 我早已到家 美美地吃着西瓜写作业时 许文青才满头大汗地 在医院门口停下 写完作业后 我给我妈打的电话 妈咪你在哪 我有时想跟你说 将家的结局历历在目 我要提醒父母 规避一切 可能会对公司不利的东西 怎么了 你陈叔叔生病了 我们正在医院探望他 哪家医院 我现在来找你们 得到地址后 我让周叔把我送到医院 当穿过脚废大厅 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 林医生 您先给我妈做手术 钱我会想办法补上的 被称作林医生的男人叹了口气 医院有规定 你没给钱我也没办法 之前的医药费 你都还欠着呢 我已经尽力周旋了 要是你这几天还拿不出钱 你妈就只能办理出院了 许文青被扶开 绝望地蹲坐在地上 与上午在学校里 傲然十足的她 简直叛弱两人 原来许文青也会低头 那是什么 让她在我面前这么狂妄 是女配无脑的爱吗 我越过她往电梯处走去 刚走到她身边 埋着头的男生 突然咬牙说道 江畔 你赢了 我迷茫地回头 什么 许文青站起来 比我高一个头的她 天生就带一些压迫性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你不就是想看我狼狈的样子 希望我走投无路 然后接受你的施舍吗 我沉默许久 从嘴里吐出三个字 你有病 她冷笑了声 断定我是在嘴硬 施舍般对我伸出手 给我吧 我皱起眉头 什么 卡呀 你不就是来送银行卡的吗 说着 她顿了顿 语气更加嘲弄 你别告诉我 你出现在这里只是巧合 江畔 你设什么货色 我一清二楚 我惊呆了 原著到底是哪个作者写的 作为男主 三观正不正吗 不是 大哥 我麻烦你搞清楚 我努力护着自己的小包包 看他的眼神 跟看着拦路抢劫的劫匪 也没区别了 我家是有钱 但我不傻 我爸妈每年捐出去的钱不少 但没见过哪个被资助的人 用这种深单的语气 跟资助人说话的 你身是的确可怜 但你不能像个狂犬病似的 贱人就咬啊 说起来我对你也不赖吧 以前喜欢你的时候 好吃好喝的给你供着 人家骂我舔狗 我都一声不吭 好歹我也是江家的大小姐吧 你有必要跟我欠了你是的吗 你这人甚是仇富啊 许文青冷漠的看着我 诶 我就知道 我刚才那段话 肯定对牛弹琴了 果不其然 他冷吃了生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随意羞辱别人吗 江畔 你从来不懂我 也不懂你自己有多讨厌 行吧 既然你这么讨厌我 那就连带着我的钱一起讨厌吧 我话音刚落 身后的电梯打开 一道撕心裂肺 满含怨愿的尖锐嗓音传来 江畔 你不要欺负阿亲哥哥 下一秒 我被人从身后大力一推 猛地撞上墙壁 我吃痛地转身 一个身材瘦小 皮肤微黑 扎着双马尾的少女 挡在许文青身前 像是互宰的母鸡般 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用脚趾头想 都知道这女生是谁 许文青的青梅竹马 原书中长相清秀的女主沈慕婷 江畔 你别太过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沈慕婷就像个正义使者般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阿亲哥哥是有尊严的 绝不会因为你那些臭钱 就和你在一起 像你这种 只会拿钱收买真心的行为 实在是太幼稚太可笑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或许是我的目光太过压迫 许文青皱起眉头 冷声道 你这是什么眼神 婷婷说的有错吗 沈慕婷文言 顿时有了底气 虽然阿亲哥哥不愿意接受你的钱 但为了许阿姨 我可以答应帮你劝劝他们 不过江畔 你别以为这样 你就能得到阿亲哥哥的心 我欧了声 面无表情道 我真想把我37码的鞋子 拍在你42码的脸上 听听这都是什么话 这本书里还有正常人吗 许文青厌恶地皱起眉头 怎么 难不成你 还想要我对你感恩戴德吗 我翻个白眼 果断地掏出手机 按下110 说道 你们刚才那些话 还是留着跟警察说吧 总不能警察也被小说荼毒了吧 沈慕婷难以置信地瞪大眼 你要报警 怎么可能 你那么喜欢阿亲哥哥 要是报了警 他会讨厌你一辈子的 他话音刚落 我毫不犹豫地按下了不通键 生怕自己慢了一秒 就被许文青喜欢上了 在等待警察过来的20分钟里 沈慕婷变着花样地劝我 江畔 我知道你是因为阿亲哥哥 拒绝了你的施舍 才怀恨在心的 这样吧 你把钱给我 我帮你去阿亲哥哥 你取消刚才的报警电话 我们也算互不向欠 我也是出于 对阿亲哥哥的保护才动手的 你为什么不能反思自己的错误 非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呢 要是警察来了 阿亲哥哥这辈子就毁了 你允心吗 江畔 这就是你所谓的喜欢 真是一文不值 我抱着胸靠在墙上 和他们保持着安全距离 听见他的话 我的白眼都快翻上天了 什么叫护不向欠 花我的钱还对我动手 好处和好话 都让你们占完了呗 他一个身高1米8的男生 和我一个1米65的女生 到底是谁更需要保护啊 还有 毁了你们的不是我 是你们自己 今天把我堵在这里的人是你 一直像个怨妇一样 巴巴的不停的也是你 我错就错在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遇到你们这个极品 他俩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许文青漆黑的眼死死盯着我 直到警察来 他俩都还是一副将叛风了吧 居然真的报警了个荒唐神情 警察们调取监控 在我口口声声 两个疯狗莫名其妙冲出来伤害我中 最终没有达成和解 他们需要承担我的医疗费用 以及到警局接受批评教育 临走前 许文青狠狠瞪了我一眼 仿佛在说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你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谁稀罕呢 我到医院探望了陈叔叔 陈宋那小子也在 看见我后冷哼了声 两个大人在聊天 我拽着陈宋出了病房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对许文青的资助可以停了 陈宋原本不屑的神色 陡然一转 难以置信的瞪大眼 怎么了 你俩分手了 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他不知道 我俩压根没在一起过 从许文青他妈出世起 我就暗中让陈宋 以陈家的名义资助许文青 每个月给他5000元生活费 还向学校给他申请了学费全免 刚开始时 许文青会礼貌的 写一些信给陈宋 表达感谢 当然 这些信都是我读的 也是我回的 或许是因为 我回的过于赤裂 夹杂着浓浓的感情 渐渐的 我俩通过书信 开始聊一些暧昧的话题 不过许文青并不知情 只以为和他书信交往的是个叫陈宋的女生 我觉醒前会那么上头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觉得许文青是书信中那样温柔克制的少年 而不是学校里歇斯底里的样子 陈宋见我脸色不好看 别别嘴 道 行 你自己想明白就行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 许文青可不是个好东西 给我转发了几篇 扶贫凤凰男 遭受灭顶之灾 论门当户对的重要性 为什么穷男人不能嫁 等营销好小作文 知道了 我说 彭氏心里深深后悔 自己身边还是有正常人的 为什么之前就不听劝呢 怀揣着这样的心情 和妈妈回家的车上 我一直沉默不发 她拨弄着手机 头也不转的问我 怎么了 心情不好 我蹭到她身边抱住她 也不是妈妈 我在想 咱们家会不会突然有一天破产了 我妈觉得好笑 瞠我一眼 不是 我喜滋滋的收了钱 严肃道 我昨晚做了个不好的梦 总之妈妈 你和爸爸一定要答应我 千万不能用非法手段去竞争 也不要把重要的文件 储存在公司电脑里 知道了吗 我妈思索了片刻 摸了摸我的头 知道了 我这才重新换上笑容 整着她的肩膀 你在看什么呢 李医生发的朋友圈 我妈养了养手机 将页面调给我看 有个得子宫癌的病人需要捐助 我寻思着捐点钱 她话音刚落 我的瞳孔猛的一缩 我想起来了 这个需要捐款的人 就是许文青的妈妈 原剧情中 李医生帮忙筹款 我妈捐了20万 可因为平台资金周转问题 这笔钱硬生生拖了近三个月才到账 许文青的妈妈 没能等到这笔钱做手术就走了 悲痛欲绝的许文青 将恨意全部施加在我们家和李医生的身上 她发誓一定要扒下我们一层皮 最后的结果显而易见 我们全家破产 李医生失去了双臂 再也不能行医 我几乎是想也没想的 按下了我妈的手 都要向慈善机构捐款上百万 区区20万 我妈根本没放在心上 我没有向她说实话 只是说 癌症是治不好的 与其让她痛苦的治疗 还是将这钱留给生者吧 我妈没有多想 关了手机点点头 说的也是 自医院这件事过后 我和许文青便陷入冷战之中 学校里有很多看我俩热闹的人 都发现了不对劲 课间操时 许文青那群活捧狗友 勾肩搭背的凑过去道 亲哥 你跟江畔吵架了 我们班和他们班挨着 许文青冷漠的目光落到我身上 旋即冷哼了声 几个兄弟见状 立马露出会心一笑 说什么吵架呢 就江畔这舔狗 舍得跟咱们亲哥吵架吗 就是 肯定是亲哥不想搭理他呗 别看江畔现在冷着脸 等会儿他又会眼巴巴的凑到亲哥跟前 你们信不信 几人立马说信 实在是因为之前的我太甜 几乎每天都跟在许文青屁股后面 他们断定我还和以前一样 这话令之前被我下了面子的许文青得意了几分 他无声地勾了勾唇角 意味不明地扫了我一眼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戏还挺多 几人见许文青终于不再冷着个脸 互相递了个眼色 试探着道 亲哥 今天黑子过生日 晚上去PTV唱歌吗 许文青想也没想到 去吧 黑子立马道 那好 我回去找我妈要点钱 咱们今晚不醉不归 许文青文言 微微醋眉 道 你生日 怎么能让你请客 但其他兄弟家里管得紧 也拿不出钱呀 我请客吧 许文青这话说完 其余人立马露出得逞的神色 嘴上还忙不迭地恭维道 不愧是亲哥 对哥们几个就是好 亲哥这么讲义气 就将叛这种女人 怎么能配得上亲哥呢 这话很大程度地取悦了许文青 他顿时觉得 自己的形象高大了起来 然而在我听来 只觉得这人脑子有问题 人注重 许文青是个非常仗义的人设 在后期吸引了一大批 为他马首是瞻 愿意替他做事的人 但这种人设在前妻 就很傻逼了 他本身家境困难 从小死了爹 妈妈患有子宫癌 每月全靠我以 承送民意资助的5000元生活 这笔钱在每月人均 1000元生活费的高中生眼里 是非常可观的 这群小混混 为了花许文青的钱 把他哄着捧着 许文青享受这种当大哥的感觉 每个月给他们花的钱只多不少 导致被资助的两年里 一分钱都没存下来 现在想想 如果他一开始 每个月能存下钱来 再在周末去找点兼职 两年多的时间 怎么都能把他妈的手术费存下来了 下午放学 我在校门口等司机来接 就在这时 许文青带着那群狐朋狗友 有说有笑的 走进了校门旁的自动取款机内 五分钟后 他们又走了出来 卡里怎么没钱 清哥 难道他们没给你打下个月的资助款吗 许文青的脸色很难看 卢定道 不可能 宋宋绝不是那种女孩子 他说着 从书包里翻找出手机 拨通了一串号码 居然被拉黑了 屈辱和男堪 顿时爬上了许文青的心头 其他人也察觉出情况不对 启哄道 清哥 他把你拉黑了耶 不会是不想资助你了吧 那清哥你怎么请客呀 别说请客了 接下来生活都成问题吧 清哥你自己有钱吗 我已经打电话订了包房 这下没钱可怎么办 一句又一句的质问 像是刀子一样 往许文青的心窝子上戳 向来自尊心极强的他 感觉像被人硬生生扇了几巴掌 他攥着手机 手背上轻轻抱起 墨地 他抬起头来 隔着近里远的距离 目光深冷地看向我 我眉心一跳 顿感不妙 下一秒 许文青突然抬脚 朝我走了过来 江畔 他叫我名字 刻意压低声音 挤出油腻的气泡音 上次转给你的三千块 你先还我 他说的三千块 是之前沈木婷推我 他在警察的压力下 给我的医疗费用 我皱起眉头 为什么要给你 这钱是我的 不是你之前施舍的钱 凭什么不能给我 这是警察判定你们打了人 赔偿我的医疗费用 许文青脸色铁青 看我的目光 像是在看着杀父仇人 见我毫不动摇 他咬着牙道 医疗费我下次再给你 你先把这笔钱还给我 我冷笑了声 看他的眼神像看智障一样 转过头 不再搭理他 许文青气得牙都咬紧了 江畔 你故意的是吗 就因为我不愿意接受你和你的臭钱 你就要这么逼我 他目光阴沉地盯着我 深深吸了口气 闭了闭眼 仿佛做出极大牺牲般 缓缓呼出一口气道 好 我不要你还医疗费 我接受你的施舍 行了吧 你别再闹了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把钱给我吧 许文青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忍住一巴掌扇到他脸上的冲动 好心道 你有时间为了请你哥们吃饭 在这里和我大呼小叫 还是想想你妈妈的医药费吧 许文青脸色一僵 你在威胁我 这时周叔终于开着车 姗姗来迟 我赶紧打开车门 许文青却一把攥住了车门道 我妈的医药费不需要你操心 有李医生帮我筹款 你别想拿这个要挟我 就问你一句话 他死死扒住车门 咬牙道 今天这钱你给还是不给 我毫不犹豫地 抢过车门一把关上 对周叔道 快开车 在车窗盒上之际 对许文青道 顺便让李医生给你看看脑子吧 许文青最终还是拿到了钱请客 不过这个钱 是沈慕婷给他的 他恋恋不舍地 将一千元现金递给许文青 委屈道 阿亲哥哥 想起什么事的 暗示道 对了 阿亲哥哥 你想报考什么学校 许文青想也没想 道 当然是清华大学了 他成绩优异 每次考试都是年纪前五 让清北自然是稳妥的 沈慕婷文言 黯然神商道 阿亲哥哥 我也想去清华 继续照顾你 我怕我不在 别人还会欺负你 可是我的成绩离清华还差了一大截 许文青压根没考虑过沈慕婷的问题 他皱起眉头 不是有保送名额 可据我所知 江畔也在竞争这个名额 这有什么难道 许文青那股仗义劲 顿时冒了出来 再加上沈慕婷给他的钱 还握在手里 他立马保证到 江畔那边我会去劝说他 放弃这个名额 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很器重我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争取来的 对此 我本人并不知情 原剧情中 我的确为了许文青放弃了这个名额 最终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清华 许文青却没想到自己没考上 不过正因为原剧情中 沈慕婷考上了清华 给许文青介绍了许多 清华大学的能人艺事 才让他的复仇之路变得轻松 知道剧情走向后 我果断地填写好申请表 提交给了学校 第二天下午 我去了一趟陈家 将之前和许文青来往的书信 全部翻找了出来 信里 许文青叫我送送 还说从未遇到我这样支出达理 善解人意的女生 甚至将我比作女神六思 让人看了牙酸 陈送在一旁站着看我私信 戏学道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女神六思 是他在学校里最厌恶的女人 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想 我朝他发了个白眼 销毁完这些信 我和陈送一起下了楼 刚走到楼梯转角 就听见许文青含着祈求的声音 陈叔叔 您不能停止对我的资助 马上高中毕业了 等我考上清华 你脸上也能有光 不是吗 听见脚步声 他下意识抬头 然后就跟我的目光对了个正正 陈送听见他这话 冷吃了声 道 你真以为我家很稀罕你吗 如果我们想 每年可以资助几十个学子考清华 然而这话落在许文青耳中 就是你算什么东西 不过是我们富人玩弄的工具 许文青的眼睛一下就红了 他看陈送的目光 和看我的无二区别 在众目睽睽下 他指着陈送骂倒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随意操控他人的人生吗 你们根本就不懂我的为人 让送送出来 只有他懂我 我要跟他谈 哦 陈送扣了扣自己的鼻孔 赖着满是腿毛的双腿 走到许文青面前 比他还高半个头的陈送 居高临下的看着许文青 冷笑道 老子就是陈送 你有事吗 许文青难以置信的瞪大眼 他的猪脑子 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温柔小意 善良大方的女神谬思 居然是个长着腿毛 比他还高 会抠鼻孔的男生 许文青像是接受不了打击般 狠狠晃了下身子 他撑住身侧的沙发扶手 抬起眼 神色难堪地看向我们 看见我时 目光陡然一宁 江畔 是你 我还以为他知道 和他写信的是我了 然而下一秒 他突然抄起身侧的木椅 朝我砸了过来 好在陈送及时替我挡住了 巨大的碰撞声响起 宝安闻讯赶来 将许文青死死按在了地上 他仍是不服气 通红微眼挣扎 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恨意 仿佛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 是你连和他来戏耍我的对吧 江畔 你这个贱女人 就因为我不喜欢你 你就这么对我 断我生活费 让一个男生来侮辱我 江畔 你怎么不去死 整个客厅所有人都惊呆了 看许文青的目光 跟看个疯子似的 半晌 陈叔叔皱起眉头 冷声质问道 我怎么不知道 我儿子有资助过什么人 陈叔叔的声音 拉回了许文青的几分理智 他颤抖着说道 就是你儿子资助的我 每个月都给我卡上 打五千块的资助金 我是陈送他爸 我最了解他是什么人 他这种看到人死了 都不会眨眼的性格 怎么可能会怜悯你 还资助你 许文青喉咙滚了滚 嗓音沙哑 仍是不信 那我的钱 陈送终于忍无可忍 上前踹了他一脚 那他妈是江胖给的 你以为老子是贵吗 每个月给你打钱 还写信 安慰你脆弱的自尊心 江胖为你做到这个地步 你他妈都在干什么 真傻逼 许文青懵了 呆呆地看向我 像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陈叔叔见状 怕陈送继续冲动 把人打出个好歹来 让保安把许文青带了出去 晚上陈送送我回家 刚下车 就看见许文青站在路灯下 目光深邃地凝视着我 本着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我硬着头皮看着他 朝我走过来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就是给我洗信的人 我觉得好笑 有区别吗 如果我告诉了你 你又要跟我大吵大闹 不过我不明白 我在学校给你钱 你宁死不要 怎么别人的资助就坦然接受 还在心里表现得那么亲热呢 许文青脸色一僵 理所当然道 肯定有区别啊 你在学校当着那么多人给我钱 难道不是想羞辱我吗 我是个男人 有我的自尊和骄傲 你到底懂不懂啊 我不懂 也不想懂 以前是我眼瞎 以后不管是资助还是施舍 我都没兴趣了 你也别再来沾边了 咱俩瞧归乔路归路 我说完就想走 时之他又攥住了我的胳膊 我盯着他犯着轻轻的手背 看了两秒 冷笑道 你这次还有钱赔吗 许文青咬了咬牙 铁青的脸松开了 但他并没有放我走的打算 他沉默了几秒 缓和了语气 便被扭扭到 我承认之前是我太极端 刚才从陈家出来后 我就想明白了 我们终归是牵扯不清的 撇开其他因素 我们也并非完全没有一点感情 他越说 我的眼睛就睁得越大 到了最后 忍不住打断他 问道 许文青 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深深吸了口气 像是做出了极大让步 我想说 江畔 我们重新认识吧 这次我会撇开我的偏见 试着去接受你的感情 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原谅我 我的确是不想理他的 但又该死的好奇 他又想跟我谈什么条件 于是嘴欠地问道 什么事 许文青以为 我终于不再跟他 闹小女生的脾气了 他微微勾唇 散发着自以为迷人的微笑 势在必得道 你放弃保送清华 把名额让给婷婷 我就试着跟你相处 果然 人没有最不要脸 只有更不要脸 我安抚着 被气到剧烈起伏的胸口 原谅我 又一次嘴欠地问道 凭什么 许文青以为我吃醋了 他无奈又宠溺的一笑 俨然已经将自己 带入了男朋友的角色 道 不要闹脾气 我和婷婷之间没有什么的 他之前帮了我很多 我只不过是想 借这个机会报答他一下 你报答你的 凭什么要我让名额 你既然喜欢我 想和我在一起 身为我的人 难道不该替我着想吗 将判 做人不要太自私 我朝他微微一笑 滚远点 或许是我这句滚 深深伤害了许文青的自尊心 他骂我敬酒不吃吃罚酒 固定我会后悔 开始了和我单方面的冷战 不过显然 我拒绝让出保送名额的事 他没有告诉沈慕婷 否则我也不会在厕所 碰到沈慕婷时 听见他炫耀似的 和身边的朋友说 等我去了清华 以后你们都可以来北京找我玩 他的朋友们 纷纷验线道 真的吗 婷婷也要考清华大学呀 沈慕婷 当然 虽然我的成绩还差了点 但阿清哥哥向我保证 会让江判让出保送名额的 他的同班 可是江判这人最刻薄善妒 知道是你要名额 会不会为难许文青 故意不给呀 沈慕婷担忧的猝起眉头 随即想到什么 他笃定的摇摇头 不会的 江判他那么舔阿清哥哥 怎么会不听他的话 说的也是 谁叫江判是舔狗 要我说许文青根本看不上江判 他最喜欢的人还是你 这话成功取悦了沈慕婷 他咯咯咯地笑着 附和道 嗯 你们可不知道 这些阿清哥哥 还给我买了几千块的项链呢 几人说着 渐行渐远 我从厕所隔间出来 面无表情地洗着手 真不知道沈慕婷看到名额的时候 会露出什么精彩的表情 我很快就等到这一天 保送名额出来的那天 沈慕婷早早地带着朋友来公告栏前等候 然而公告栏的喜报上 躺金色颂体 大大的写着江判两个字 沈慕婷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 怎么可能是江判 怎么可能 就在这时 许文青从旁边路过 丢了面子的沈慕婷脸色难看 跟许文青说话时 不自觉带上质问的语气 阿清哥哥 为什么名额上写的是江判的名字 你不是答应过我会帮我争取吗 许文青此刻心情差到了极点 她的确帮沈慕婷周旋过 甚至还闹到了校长面前 校长曾主动提出免除她的学杂费 让她以为校长看到了自己的优秀 然而 自从江家取消了今年给学校的资助后 校长才知道 许文青做出了多么不可理喻的事 得罪了江家 所以面对许文青的求情 她想也不想就把她轰了出去 许文青正因为被落了面子而心烦 被这么一质问 立马火气上涌 说道 宝宋名额这么大的事 是我帮你争取就能争取到的吗 你为什么不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 只想着走歪门邪道呢 沈慕婷难以置信地睁大眼 似是没想到 向来温柔的阿清哥哥 怎么会用这么不耐烦的语气 和自己说话 回过神来的他 想到自己被许文青骂了 顿时什么情感都抛着脑后 许文青 你这个骗子 你找我拿钱的时候可是保证了好好的 现在钱拿到手了 就发脸不认人是吧 公告蓝旁 来来往往的学生很多 见两人大呼小叫 纷纷围了过来 向来爱面子的许文青 又怎么能容忍沈慕婷这么说自己 他冷笑了声 将从前针对我的那把尖刀 对准了沈慕婷 说得好像你没花过我的钱似的 你那条两千多的项链 和那双近一千块的鞋 是谁给你买的 你不会以为 就你那对农村出身的父母 能给你买得起这种好东西吗 许文青 你疯了 沈慕婷瞪大眼 歇斯底里道 我爸妈好歹都活着 找我借钱 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 你 许文青咬着牙 塞帮子恶狠狠地鼓起 我原本以为你善解人意 现在看来你也是个恶毒的女人 比江盼更恶毒 你之前还明里暗里地 在我这打压江盼 现在看来 他比你有钱 还比你漂亮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之前就不该听你的话 是你自己穷讲究 一边享受着江盼的追捧 一边又想立牌坊 凭什么怪到我头上 你现在倒是觉得江盼好了 之前干什么去了 人家江盼现在不搭理你了 你再巴结他 有什么用啊 两人就这样 你一言我一句的 在公告栏前吵了起来 互相往对方心里戳刀子 而吃了瓜的其他同学 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纷纷道 原来江盼这么惨啊 你俩在这里装好人 恶人全让他当了 许文青和沈木亭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有江盼最受伤 还好江盼现在清醒了 这对极品 真是谁惹上谁倒霉 我被同学拉着来看 保送名额的公布 刚来 就听到许文青和沈木亭 西斯底里的争吵 和同学们的泣泣私语 什么意思 这就洗白了是吗 许文青眼尖的 看见了我的出现 他刚吵完架 疲惫的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道 江盼 你来了 听见这声音 我想也没想 转头就走 许文青却在身后叫住我 对不起 之前是我错了 我错得太过离谱 现在才知道 你才是对我最好的人 我毫不客气到 道歉我领了 其他的话收回去 许文青叹了口气 好了 咱们不闹了 我向你保证 我重新对你说一次 许文青眸光一亮 什么 我拔高音量 滚 离我越远越好 别来沾边 我这边正担心我的拒绝 会不会引来许文青的纠缠 然而哪怕许文青和沈不廷闹掰 原剧情崩得不能再崩 既定的是 还是在发展着 就像是命运的齿轮转动 总会来到那节点 许文青的妈妈 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场手术 死在了病房中 高考那天 许文青红着眼 参加完整场考试 只是她似乎精神 都开始恍惚了 后来成绩出来 如我所料 许文青考杂了 并没有考上清华大学 只能去一所普通的重本 而我因为保证 喜滋滋的去了清华 去北京上学前 我突然想到了件事 立马给我妈打电话 妈 你不是有李医生的微信 给她发条消息 叫她最近别去医院了 我妈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 那边似乎有些嘈杂 怎么了 我现在在医院 李医生刚巧遇害 我的心咯噔一跳 发生什么事了 我妈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不知道啊 好像是医患纠纷 她的双手被一个男生砍了 现在警察已经把人带走了 真吓人 那男生走的时候 还在声嘶力竭的吼 吼什么 她说你不是说 帮我妈筹钱做手术了吗 钱呢 我的钱呢 好像是前段时间 李医生发朋友圈筹钱的事 不过因为平台出问题 钱没提出来 真吓人啊 好心办了坏事 遇到这种白眼狼 她妈妈那个病 就算做了手术 也坚持不了多久 她却一气之下 给人李医生手都砍了 估计李医生就算伤好了 也不能再握手术道了 李医生行医那么久 医术成熟 这手一段 多少病人要跟着遭殃 哎 挂断电话 我也跟着沉沉叹了口气 许文青最终还是选择了 走上这条路 原剧情中 她砍了李医生的手之后 是我要求着父母 去替她赔钱 打官司 这次没有我的帮助 许文青恐怕熬不过这个砍 之后 许文青被起诉 审判 最终喜提十年劳烦 这件事可大可小 原本有江家周璇 可以保她 但现在她截然一身 无父无母 又得罪了李医生 别人没扒掉她一层皮 都算好的 许文青入狱那天 我跟我妈也去看了 隔着无数人头 她的目光一下子落在我身上 她憔悴许多 和之前盛气凌人的模样 仿佛叛若两人 就像是个原本拿龙傲天 剧本的男主 突然失去所有气韵般 穷途末路 翻不起什么风浪了 许文青突然开口 遥遥地用口型对我说句 救救我 求求你 哦 我突然想起来 她拿的不是什么龙傲天剧本 她本就是救赎文中的男主 一个前妻被救赎 后期才能成长起来的男主 可惜 她选错了女主角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